聚焰堂今天仍然請到我們景徒 大家好 我們講完宗教鬼神之後 講完這次影評也可以 電影,我是電影師 你們兩個都是編劇 編劇都是後學 很客氣 在你面前要說是後學 我也有前學 師徒安組很多 今天要講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一定要講講 香港賣座 以西片 以東方片來講 已經打破了以前那些人和那些人 打破哪些人和那些人 以前這部電影 那些人是建立了最高紀錄 亞洲電影最高紀錄 是否我們追過的女孩 又叫做那些人 在台灣很出名的一部電影 但女主角已經成為眾人的偶像 那個微妹仔 咦?就是我想那一部電影 我記錯了一個名字 總之簡單讀就叫做那些年 大家知道哪一部電影 他做了小龍女 然後災難 做了小龍女之後 成為金融小說的災難 最醜的小龍女 最醜的小龍女 以前也有一個叫小龍包 但現在比小龍包更胖 那就難受 現在嫁了就不怕了 現在嫁了 但我們也很喜歡看的 這部電影 誰是最漂亮的小龍女 那些人是說陳玉蓮 又說劉奕妃 我覺得劉奕妃是漂亮的 這兩個都不須默重 但劉奕妃現在都適應了 劉奕妃也適應了 劉奕妃不做得上年輕 上一次的小龍女 跟現在已經相隔十年了 有些人貼得很好的 好像你 對呀 真的很容易 而且剛才嫁官說 《施殺列車》 變成了亞洲電影 最賣座 在香港最賣座的電影 你也看過了嗎 我已經看過了 現在我沒記錯 它是排第十五位 前面十四位都是《荷里活》片 第一部就是《阿白達》 仍然很厲害 然後《鐵達尼號》仍然很穩守 第二位 第二位 同一個導演 對呀 如果亞洲電影來說 最高是《施殺列車》 第二部就是《施殺列車》 然後《韓戰》是第十七位 第三的韓戰 會不會再破呢 不知道 即是說今年 這兩部電影《韓戰2》和《施殺列車》 都變成了一個 兩個都變成了一個香港的紀錄 第一部電影 你看過了 呂王 你覺得這部電影 為何會這麼賣座 以及不僅賣座 口碑也很好 是 我初時沒什麼興趣看的 因為我覺得又喪屍 又衝出來咬人 我覺得其實 做夢都做不少了 已經洗了進戲院看了嗎 還有呢 因為太多喪屍片了 你知道嗎 多到不幸 前一陣子又有一部 是脫衣無糧 變了喪屍 那個什麼 有講童軍 當然 那部有 那部很好笑 有沒有看到那部 那部挺好笑的 娛樂性豐富 看完那部之後 我覺得 因為它有些新元素 有鋼管沒有女生 突然反轉 一勾下來 驚嚇很棒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出 我心頭最重要的字 有新的想法 沒有新的想法 什麼都假 大哥說真的 喪屍跑得很硬的 又有 是吧 很噁心的 脫頭脫計的 是呀 你要多噁心的 我們想想整個喪屍系列裡面 就是宏骨 主要是西方市場為主 最早出喪屍都是西方戲 對 比如Biohazard 經典 或者那部叫 Light of the Dead Living Dead 活死人 這個簡直是 1968年 最大的經典 黑白 黑白 或者最早的第一部叫 White Zombie 那個就是蝶奇片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蝶奇片 難怪又沒得到 幾世之前的事 六十年代 好像最近都有一個週年紀念 都拿出來去全球放映 因為那個可以說是喪屍片 走入現代化的始祖電影 這個高佬 為什麼會多了什麼元素 在裡面呢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前的喪屍片 譬如你講三十年代 都是一種叫以前的 有一種傳聞的喪屍 那些就是海地 或者那些巫術 用一些藥 令到一些人變成好像奴隸 那些伏都咬 Voodoo Voodoo 但是去到六十年代 那個活死人的喪屍 就已經把喪屍的病毒感染 拉到一個城市的層面 現代化的層面 大規模爆發 你現在說的那個施殺列車 那個也是南韓 它不是一個叫做Voodoo電影 它已經是一個裡面 你會發覺它不僅說這個世界有喪屍 還有那種感染很強 變成一群人變成喪屍毒群 同時你會看到它裡面有很多隱喻 城市的隱喻 這個呢 這個呢 呂王 聽聽阿紀圖說說 他之前是有一個卡通面 是他的前主來的 那時候呢 沒有人會留意這個卡通面 現在也正在做的 現在也正在做的 但是反而有很多劣評 和氣差很遠 聽聽為何他有前傳呢 是有原因的 先說說 為何前傳說什麼 為何會跟這套片有拉冷呢 是 那這個你看了沒有 沒有前傳看 如果你喜歡 現在新的施殺列車 你很喜歡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要看 因為他這個前傳不是拍在後來的 是他先有這部卡通片 這部卡通片呢 就是跑出來之後呢 就全世界很受歡迎 但是他都只不過是一個 叫做獨立電影拍攝的一個卡通片 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就促使到韓國公司 就給他投資拍到真人電影 原本是想將他完全跟著 來拍都可以的了 但是這個導演又覺得 既然有真人拍 他不如就把那個前傳 就變成了這個喪屍故事的之前的那一天 在首爾站 哦 就是在南韓首都首爾站那裡 在剛剛那個電影的前一天 就有一個喪屍事件發生了 整個首爾站的附近 那些受了一個喪屍的感染 他的來頭是怎樣的 因為他類似 我覺得是否好像填空了 填滿了這部電影 因為其實如果看了 施殺列車 我們會知道 其實他沒有清晰交代到 到底是為什麼會有 這麼大規模的爆發 是啊 因為現在你看到真人版 但是他最主要很簡單 就是在首爾旁邊的那個站 那個鎮仔的那個故事 而他決定要去 因為女兒的生日 所以他們要上車去探望他的媽媽 就開始 但誰知道在那個圖中 發覺喪屍事件出現 他去到首爾 以為首爾可以下車 誰知道 首爾還是重災區 然後再下去 他要去釜山 即是封了路 對 他連那些軍人都已經變成了喪屍 如果你想知道他的來龍去脈 前轉就有一個好處 的確如果你說的故事 其實前轉的概念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他本身就是用喪屍故事 將它韓國化 而他有一個很有趣的 他就說 這些喪屍的源頭 不外乎 就是細菌感染 有什麼好看呢 他就在卡通片的時候 他想到一件事 就說 這群喪屍多數都是低下層的打工仔 他們是找食的 甚至在當時的首爾地區 已經有很多人找不到食 變成流浪漢 這群流浪漢 變成喪屍的起源 而且最慘的是 他裏面的男女主角 一個本身讀完律師 但他做不到律師 一個就是讀書的時期 已經被捉到做混交 他就是要離開一個家庭 想找他自己的新生活在首爾那裡 但是他兩個都經歷到 看到喪屍的故事 這個前傳就是開始了這個風格 一個叫藍韓式的喪屍電影 等同於倫敦有個二十八日後 是呀 超級恐怖的 國際現在有個World War II 日本最近都交了一個貨 就是I am Hero 我看到那個 那個也很好看的 藍韓就是做了這個之後 然後叫他拍一部這樣的電影 所以就施殺列車就出來了 因為剛才次官問我的問題 就是怎樣看這部電影 我就覺得 剛才說一下 其實我發覺 對喪屍電影已經開始失去興趣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主題是很有局限性的 就是那些 啊啊啊啊啊啊 這樣衝出來的東西 傳染而已 搞而已 密凸而已 就是啊 你看到這個轉列點 就是從以前的封建迷信 是 Foodoo 毛術那裏 到它演變成為病毒感染 你看到由Biohazard年代 就是我讀中學的年代 到現在 都還在細菌感染中 你會覺得很悶 你明白嗎 你又做了什麼突破呢 就在這些電影上 希望它有新的元素 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為什麼有新的元素 有一部電影 我現在又是避開不講師債列車 我講到哪一部電影 令我印象深刻 是 有一部Will Smith做的 叫做I am legend 是呀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這是名著小說改編的 是 這一部電影 為什麼呢 我看完之後 我看了兩次 很有感觸 因為它令到一部 明明是沒有什麼人性的戲 因為喪屍其實是沒有人性的 那一部已經不是人是非人 除了害怕和走之外 而且地球很亂之外 還有什麼人性表現 能夠加到在裡面呢 它就是和那隻狗 Samanca 相依為命 沒錯 狗最後都被喪屍狗 然後牠要親手握死 令到牠萬年俱灰 然後牠直接想去送死 因為牠直接生氣到 連我唯一的朋友 都沒有了 牠依靠都沒有了 那牠直接想跟你死過 牠明知不夠抽 都要跟你死過 呂王一講起這個I am legend 就是 我是傳奇 那部電影 是 牠那個就是 的而且確 我很相信 當你見到屍殺列車的那個導演 你簡直當面問牠 你是不是看過那部電影 雷靖呢 牠一定跟你說 是 為什麼呢 因為 你會看到 這個屍殺列車的導演 他本身這個喪屍電影 他想拍的時候 他一開始都已經打算 將以往的那些殭屍電影 全部夾到在一起 你說這件事 尤其是你所說的 I am a legend 那個是牠的主要出發點 為什麼呢 呂王她說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好看 我做了一件事 我誤得出來 請說 這是大媽戲 這個結果 你會看到 那部戲 I am a legend 它是把母母和小孩 送到另一個地方 有一個新希望 有一個新希望 這個Will Smith做的 就變成了一個守護者 是保護了一個生存 新還者 而新還者是女人來的 你看一下這部戲 裡面那裡 他關鍵 他說有三條線 在車上 他落物很多 而這個 令到這部戲 和一般殭屍片 最不同 很多女性觀眾 很容易入戲 對呀 很多女性看 對呀 很多女性看 對呀 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 在那時候說 爸爸不要經常想念自己 打工 對呀 然後她的媽媽 也要跟她說 這是媽媽戲 她想見媽媽 生日的時候 媽媽、女兒和媽媽 都令到這個故事的起端 爆炸力就是這裏 趙君剛才教她編劇的時候 然後在車訊裡面 她看到兩個老的姐妹 都是女人 對呀 接著那班學生 打棒球的那班學生 還有一個校花 那個女人 就是女兒 最關鍵 就是一個懷人 大肚婆 大肚婆 總共你會看到 她裡面 這個女性的角色 是很重要受保護的 所以女性觀眾去看的時候 她特別被一般的 這些喪屍片 這麼入 就是原來女人是這部戲的主角 還有呢 你說到這裏是 真的很重要的 這個點子 因為你看到過去 例如我們說的 Biohazard那些戲 她就會把它變成超人類 即是她有些基因改造 或者身體裡面有產生突變 那個女主角也很男人 對呀 很打得很 打也不死 但這部戲就是人性化了 就是說裡面的女人 是真的素人 好像我們這樣 對呀 平常人 又不是特別是打打 又不是特別的 而且整套那個通 是逃亡的 是的 她不是反擊戰鬥反抗 是逃亡 到後面 去到最後面 原來自從那個 最奸的奸國鏈 之前都是逃亡的 無論如何都是逃亡 去到坤局 都還是反擊逃亡 先逃亡 所以 還有一件事 你看到那個困境 是無止境困境 你出了車站又不行 你轉車又不行 你回到裡面又不行 總之 你永遠走一步 都是被喪屍包圍 你還要去呢 你去另一個車卡 救自己心外的人 回來都不行 都是不行 都是逃亡 都是困局 這是一個很大的暗示 而且最近的喪屍片 你都會發覺 她不單止說 在那個地方 有這種叫喪屍的現象出現 而你會看到她很集中 在說一個城市 就會變成了 Zombie City 是呀 Zombie Land 這個變成了一個主題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 用一個叫社會學來講 很多時候 在一個社會裡面 突然之間 不知道什麼的原因 有種叫反常的現象出來 例如 可能 那個地方 在一個節日的時期 好像昨天 十月一號 都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突然之間 你會看到 在晚上的時間 在旺角區 那裡有些南亞的人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控制不到 要變成一個開槍事件 這種現象 他們的代號就是 喪屍地 突然那個環境 因為有很多壓迫 或者有很多因由 是令到那個環境 在谷島裡面的人 反常走 搜不到一種的行為 網絡上面更加廣 網絡其實就是一個喪屍地 是啊 你根本就是鍵盤 有喪咬人的 但你見到面 繼續很禮貌 發覺很多次 在論壇上面 兩個人世仇 終於約到 有一個Live Show 馬上都被吵了 超乎的 你們就看看 很多喪屍的情景 有一幅在網上我看到 就是開賣智能手機 湧進去 就像一群喪屍一樣 你說大陸樓盤 是啊 樓盤 大陸樓盤 撞到門 撞到門 還有一些人被撞到 在地下輪 如果我不敢聽 這個是樓盤的開賣 你就以為是拍一套戲 是喪屍湧進去 我都說現在 如果再有 例如韓國或日本 拍喪屍片 不需要3G 不需要 不需要 直接在鄰近經濟強國 就地取材 任何一個樓盤開售 都可以有喪屍 我想不制服 什麼開售 有利潤可圖 人就變喪屍了 即是我們再說一次 鹽能夠救命 盲腸鹽又可 是啊 因為這個 你說的正正 就是近來的喪屍片 你會發覺 它跟以前我們看的 要什麼鬼怪戲 最不同 就是它玩到這種社會現象 是 這種吸引來的 可以說是將它提升了 而且喪屍是一種叫群眾現象 你看回當年的文化大革命 我不是喪屍嗎 肯定是 那些就是喪屍 所以我覺得 南韓這一部 施殺列車 其實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看完之後 因為我差不多很喜歡第一喪屍片 看完之後 一般地 因為我可能進入了那些男主角 死眼 其實我挺驚訝 我挺驚訝 那些男主角是死了 是全家一獲 我真的覺得 怎麼做下去 很悲觀 因為他不是 I am legend 那個Will Smith 因為他也是去到尾才死 Will Smith 他還有一個最大的 就是做一個對比 Will Smith 就是原本的這個 爸爸 就顧著做事 他去打喪屍 走去做那些事 他周圍來過 他不理會 他家裡的兩母女 經常要打電話 跟他聊 他女兒就是要罵他 對比 你會看到 這個施殺烈車 他最吸引的 就是將一個平時的喪屍片 都是用男人眼來看這個世界 但是他這部 他告訴你 男人眼 但是他要保護那個 就是女性 跳出來的 還有 它是一個倫理片 你看清楚 這個由喪屍變成倫理 這個不是那麼多人想到的 所以很簡單一說 大家明白了 原來在說親情的倫理 但是原來主旋律是中心 就是在說一個家庭 說一個社會 一個家庭 小小的改變 但是一個大大的進步 沒錯 裡面有很多 大家都留意到 很多人都說過 就是他那種反諷 明語暗語在那裡 譬如好笑 政府還在新聞上 還在說 市民無需恐慌 是呀 當然是很說 人家做不必要的 這個揣測 是呀 最後到最後 臨尾 那些兵全都在那裡 不讓你過隧道 說 不知前面是什麼 先殺了 先殺了他先 是呀 免得跟你說 我只會唱歌 因為喪屍不懂唱歌 就殺了 是呀 那些追擊手 已經準備好 先扔下你 免得跟你說 人還是鬼 一律殺了 而且政府 將他們定性為暴動 是呀 說他們暴動 這幾方便 有理沒有理 就暴動了 魚蛋也是暴動 什麼都可以 病毒感染 喪屍也是暴動 你拿著咪咪 你說什麼都可以 所以這部戲 我們看的時候 很多可以對號入座 是 其實電影 是不拍舊的 是呀 因為這部戲 如果說不算很新鮮 例如剛才 女王立刻說到 I am legend 那裡 你會發現 她找到這些戲 裡面 她找到這個 我是南韓的導演 我要拍這部 新生的角度 是不是女人 旦麗 很東方 男人導演 女人 男人導演 像肥佬 不是那個肥佬 不是那個肥佬 做導演 她的型是很像那個 挺馬甩的 但是她抓到這個 就變成了 她有一個叫做 作為一個南韓的喪屍電影 她找到一個特色 她有特色 行屍 行屍 但這個walking dance 她拍了六季 我看完 是 拍很多的 她最主要 就是做一個字 就是叫逃亡 是 在逃亡裡面 看到的人性 她都是死人性 說倫理上的人性 說兄弟 說父子 說死了自己的親人 等等 還有說領導 領導怎樣 在這些危急時候 趁機作亂 趁機做老闆 趁機做教主 趁機做耶穌 救世 但是 仍然去不到 南韓這次 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就是 家庭的看法 純粹是家庭 純粹是一個保護 純粹發現最後 後來什麼都假 原來你是家庭是最後的 那個 價值所在 這種是很東方的角度 所以 看人家不收 是呀 他現在幾千萬 在美國上話 我想他最重要 他碰到那個 那個是 他亦都高揚了 東方倫理 那種吸引 而且 南韓電影 亦都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 李環你認不認同 那些演員是很得的 是的 因為他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看南韓電影 這裏算是頗為特別的 因為我覺得 南韓電影 其實演戲 演員是最好的 但那些角度 經常不夠新 是 不過 當他演出的時候 和製作的認真 你就已經覺得 這部戲有一種 可看的價值 哦 但這部 你會發覺 因為他最主要 那些主角 尤其是 那個男主角 我們之前有看過 他有幾部戲 有一部是做 北韓的間諜那部戲 相當之好 紋又可以 武又可以 可以的 他可以的 肌肉很厲害 基本上 你會發覺 他這次做了一個 叫做爸爸 之前 掛著自己打工 家人最需要 關心的瘦女 他都沒有理會 他現在做出來 我覺得他很入用 另外 肥佬 肥佬 肥佬正 肥佬正 一個很普通的人 的肥都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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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一些人 淋雪能做 是 л嵩濕 ت捉 inicial regard judgment 現在 基本上 香港也有個 諏師 剩下 很豪愁的 華富村 有人這種 看 阿 他們就要今晚打喪屍 那他找到哪個角色呢 我們一想起 都是像南韓的那個白子 白子 小林雪 他會不會找到一個好的角度呢 我們就期望他 因為他那個 其實現在我覺得都是這樣的 在電影裡面來說 台灣都有交了一個喪屍貨出來 CX289 准拍嗎 現在開拍第二集 台灣應該不准拍這些 他用獨立電影的方式來拍 香港也有供應的 他好像叫CXX 他那個很低成本拍 但是他拍的 可以在華西街那裏 早上還未開工 陽光剛出來 五點六點鐘的時候 就拍了喪屍 躺在街上 嘩 發現了 就是這樣偷拍的 其實最主要的那部戲 我們看了之後 其實那個故事沒有什麼新意 但是那種叫做 你當作是一個code frame 都不算差 不過可以作為一個台灣的代表 如果說香港代表 胡轉壽司那些 葉偉信那種 葉偉信那種 葉偉信差不多十年前 還拍了十年 你沒看過嗎 你沒看過嗎 這個是香港版喪屍 香港版喪屍 還有劉振偉的那些 叫做猛龜系列 也是講喪屍 他那時候是陳小春做的 不過他就是會 那個 都會很跟那個 叫做 荷里活那種喪屍片 又找到一種叫做 香港特色 是 不是改動太大 但是呢 你看到這個 撕殺列車 其實他最有趣 就是他講到 剛才的 好像社會問題 或者現在的喪化問題 就是藉著手機的 或者Pokemon的那種 就是喪現象 我覺得不只是 打Pokemon GO 當然你說 你整群人 我們經常 在Facebook看到 不要介我 有少少粗口 我們經常都說 這是網台 沒有所謂的 然後就說 又不投票 又不見人去 發生什麼事 社會大事 又不關你的事 然後這次終於 投票多人出來 立即說 百屌成才 好了 但是呢 這個 我們經常看到Pokemon GO 都是屌的 大哥 你追個東西追來把 什麼 好 但是不要緊 關鍵是什麼 就是這次 我們現在在追追追追追追 追完一輪之後 到最後 他能反映到的 不是只是香港人的壓抑 或者是整個亞洲城市的壓抑 就是說 我們實在的生活 太膚躁 太罰命 太壓迫性 我們要找一個 Outlet 一個輸出口 就是給我們的情緒 一個輸出 就是去找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因為你看到 舊派的定性 就是說 你要休息 就是要放下手機 然後睡上床休息 給老頭 經常有所謂的專家 走出來說 就說打機不是休息 因為你的腦子很忙 更加 更加累 年輕人坐在這裡也有美 為什麼呢 他的休息 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不是 我打Pokemon GO 我的體能是很累 但是 我享受 我不是做我上班 給老闆做的事 我就覺得我是休息 因為我享受 他的意識是直入了手機 他用脆味煮 我五年級之前 五年級之前 大約現在是六十多年前 我六十七十多年前 我六十多年前 五年級的時候 上這個州會 這個州會是校長的牧師 每一次都有很多精彩 其他課一至六 那些課我都沒有心機 只有星期一週會有心機 因為那個校長演講 校長演講 他解釋什麼叫做休息 他說休息就是改變姿勢 那時候沒有電腦 沒有手機 你坐得太久 你要站起來 你就是休息了 你睡得太久 站起來 你就是休息了 那時候做功課有時間 你只有一天一天 你去看看聽一下 聽一下三小機 那時候聽三小機 沒有電視 就叫休息了 轉換你的姿勢 就是休息 那時候 我拍攔手掌 這個周木參校長 真的 那麼小的時候 跟都全森人 沒有人懂得聽他的 只有五年 沒有我一個拍攔手掌 手勢做了切官 所以剛才呼應你所說的 就是休息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說我躺下就叫你整天躺下 你坐在那裡就叫休息 因為我有做瑜伽 做完一個向前接的Ford Band 昨晚我們跟探長做禁室的時候 跳友就說我捉到小腿很厲害 現在腰部不痛 這個就是向前接的 做完瑜伽的人經常用一個想法 做瑜伽就是伸展 向前看能不能碰到腳 小腿和膝蓋 但其實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他是要做一個反動作 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是沒有了這些反動作 什麼叫反動作 我向前接完之後 我就要做一個後踩 我向左側然後向右 再旋轉 現在我們的生活值得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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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只得一個方式 單一單方向 單向 還有我們的做是為他人生產 而不是為自己生產 所以就算我打Pokemon Go 我是很累 我走得很慘 我平時一輩子都沒有走那麼多路 但我是為自己生產 因為我有成就感 我生產了我的成就感 我捉了哪幾隻龍龍 這樣就是他的生產 所以說 本身我不想看施殺列車 我覺得又是鑲屍片 又是爽屍片 有什麼好看呢 但後來這麼多人說 他一天又在那裡吸引 整個過程就是一架車卡 一架車卡拍整套戲 很少外景的 只有兩三場的外景 原來車卡裏面都拍 然後就說 這樣還要被人大讚 那就是要看了 是啊 實際上現在他有這樣的票房 他相信有很多觀眾 他不單止是看了一次入場 他印了很多觀眾遊戲看之後 我覺得有部份的觀眾 是看過超過兩次至三次以上 還有一樣的 會有這樣的照片 這次我看電影 就感覺不到老有嫌疑 什麼叫老嫌疑 即是說 裡面的觀眾的成分 有年輕人 有擺工 有我這麼老 有年輕人 有年輕人 柳姐妹那些 就是引起到人家去看 很簡單 就是為什麼會怕片 有些女人不看 一輩子都不看怕片 因為他肥花是做噩夢 但這個呢 很多女人看 剛才你阿紀圖說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他是女性後面的主角 女性在整個人 現在的設定裏面 是負擔了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這些是一般的責任 沒有這種特色 沒有這種特色 剛才如果是責任鬼片 繼承這個 Dracula的作風 就是女人淫賤 那三個鬼身娘 就是用來捏這個人 捏這個Jonathan 就是吸精的 你六八年的那個活死人 那個薑絲女 都是幾sexy的 一定是sexy的 是爛了臉的 沒錯 他是用性慾來吸引人 但這個不是啊 這個是救人啊 所以喊冷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呢 你會發現 不只是女人看 女人連群結對看 不是說害怕 而是當然覺得 將來回來喝咖啡 有話說 是啊 原來女人 沒有打單拋看戲的 因為看完之後 沒有話說 是 說得出來喝茶 是沒有印的 他要出來有話說 這個是我們寫劇本的 一個很重要的 成不成高的指標 你看有沒有人說 是 故事不怕舊 但是有一個新鮮的角度 說得出來 如果有人說 回頭看完戲之後 有人會說回味 這些叫回味 如果不是 看完之後 噢噢 山場都吃完冷氣 這樣就沒有意義了 這裏片有回味 而且他很有生活的味道 雖然這是一個災難片 但你作為一個 例如小學生 就能入到那個女生 小女的那個世界 有一個爸爸來保護你 這個多重要 然後有校花 那個愛情的阿力 兩個姐妹相依為命 那個就寧願和你死過 是呀 有一個懷孕的那個 老公的照顧 是呀 變成這個 就把那個角度 一調轉了 就變成 完全和以前的公司片 喪屍片不同了 唯一一個我覺得誇張了 或者我覺得 over了就是這個大奸國 這個大奸國 代表了一個大機構 或者建制 那個交通局的人 建制派 我們經常說建制派 他就是建制派的 有權力人士 更自私更衰 是 但是 你如果 你剛才說的 他這個 如果你接到之前 他講的那個動畫片 主題他就是講這個 因為他整個戲 裡面的那個喪屍 那個喪屍的現象 他都是針對我們的社會 以及那些管理階層 是有問題的 整個社會都是有問題的 他就將這個管理層 資本家 企業家 變成喪屍 是 他去傳播病毒 他去咬 令整個社會喪屍化 即是可以吸血鬼港 都可以 他去吸血鬼 吃我們的肉 他還有一個關鍵人 這個是他的主題之一 你會再深化你 剛才雷雲你說的 一個很關鍵的一部戲 他裡面就是 為什麼會有 I am legend 的那些戲 那個也是那些叫夜屍 不見得光的 一光一碰 他們就害怕 為什麼呢 其實當你放在南韓 看完他的密碼 視覺密碼 你會找到一個主題出來 就是這個災難片的主題 南韓最喜歡在港災難片 就把那個主題出來 江州事件 江州事件 就是江州事件 還有蜜陽 或者另外一個叫吸血 什麼 學罪 即是那部說 神父被吸血鬼那個 都是說 在整個社會裡面 曾經那些光 被人移動過 變成了 是他們的災難 他裡面 你會發覺 那部電影 尤其是嘉通片 那裡 很強調 首爾那裡 有個叫 那種叫基督教的 十字架 那個貧民區 那個訊息來的 那個就跟之前的 南韓片的 那個機殼有罪 那些全部拘捕了 那個關聯出來 他就說 江州事件 到今時今日 對於這個 政府和市民裡面 還未曾有一個很好的交代 還未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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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等同於 當你看到日本的喪屍片 那個哥斯拉都是一樣 哥斯拉是大喪屍 都是說福島事件之後 三一一 還未搞定 會把整個戲裡面 為何在南韓那裡 他在做的時候 這麼受歡迎 而且我們香港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些事情 而且他會發覺 我們看的時候 他有很多香港現在的現象 可以對號入在 對情侶 變成了各種吸引 如果你是飽力過 這個網絡攻擊的人 就很適合看這些戲 如果你說你是一個OL 他這套戲怎樣成功 就是因為 剛才所說的 你是網絡的 鍵盤戰士 或者你經常都在高登路 走來走去看 或者你見到 也明白香港網上的生態 一個政治版塊的互相攻擊 兼甲連一些不問世事 我討厭政治的港女OL姐姐 都會為了看靚仔 Banker 男主角 還有大隻愛妻的奧巴 都會入場看 那不就是買大小買中 兩邊 不知道什麼 阿呂雲說這件事 很特別一提 完全中了 因為真的是女人氣 第一個 這個故事裡面 第一個變成喪屍 在火車的變成喪屍 女仔 靚女 你知道那個靚女是誰 在她的殭屍動畫片 就是主角配音 所以她在第一個變成喪屍 就是打工階層 她之前給了幾大壓力 換衣服 她說了她的壓力資源 就是OL OL的世界裡面 說出了 你做一個OL的時候 面對工作的時候 那些人呢 就是怎樣去趕啊 就是那樣東西 就做出來了 加上這個 是不是李欣戲呢 是不是李欣壽司片 所以我覺得這個導演 他最特別的就是 他雖然是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 畫動畫 但是他裡面 那個劇本 他想的都是很小的 動畫都是他拍的 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 他主要 他想到很細微的 情節裡面 就完全對 南韓現在的那個世界 他說南韓的世界裡面 都是大男人主義 是的 女人是很受壓迫的 是沒有得A 那種東西 他就藉著這個戲裡面 反映出來 我就作為一個女性 我回應這件事 我覺得大男人主義 這件事 其實我不反對 我想有些聽眾 會很驚訝 聽我說這件事 因為他們覺得 大女人主義 女性主義 不是 大男人主義 你能不能夠 伴隨到他的代價 即是你不要只用大男人主義的權力 即是說什麼都要我話了事 然後我要做專制 即是專制 即是專制 但是去到 埋單 結帳 結帳 承擔責任 那時候你就會離開 這樣就不可以了 這樣就不可以了 是不是 大哥 但是現在香港很多男人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說有擔成 這個其實中國都是大男人主義的國家 但是中國一直下來都要強調 男性要擔成 有承擔住 是 家裏 你要負責所有 你多少房都好 你要搞定秩序 搞定他們吃住 舒服 出出入入 安全 這個 你不是大男人 你未必做得到 是嗎 你說得女王 他這麼喜歡 普斯薩列車 是不是那些男人 每個人都很男人呢 很男人 其實韓國片 承擔責任 韓國片 為什麼吸引了這麼多 肥美的OL 那麼喜歡 不是說你自己 我不是OL 你喜歡肥美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實生活裡面 他的另一半 眼尾都不受他 大家同台坐在茶餐廳裡 你不要玩什麼蠟燭 然後男朋友煮兩尾給你吃 沒有 外出吃餐好一點都沒有 為什麼呢 工作壓力很大 找得少 交租也交了 等著公屋也等不到 但是呢 大家坐在茶餐廳裡 都是他有他看著電話 你有你看著兜飯 他對愛情那種渴望 都還存在 都沒有愛情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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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是說過愛情 pop 在哪裡去填滿吧 去回回回法 對 ni livestream 捉到觀眾的心理 這幾件事是很複雜的 又害怕、又愛、又恨、又想 這幾件事人的慾望都在那裏滿足 只要你放幾片或幾十片在一個九十分鐘或一百二分鐘的電影 你會看得到這麼多東西 韓國戲或韓國男人 我自己很喜歡日本 但是韓國男人又比日本男人優勝一重 我認為 香港男士不要對號入座 不關你們的事 我現在純粹說日本和韓國 那個比較 就是日本男人一樣很有紀律 都大男人 但他大男人的背後 你看到他一樣對上級的惠惠落落 一定是 你因為覺得你就是一個魔狼 韓國人 因為歷史因素 他有一個叫做恨 他們韓文說 他們的民族特色 有一個字就是恨 就是他對日本的殖民統治 那五十年 他不是增到入骨 他不是增到入骨 還有覺得這個民族不強大 恨鐵不成鋼 很多這種的恨 他貫穿整個民族思想就是恨字 所以他們 男人就覺得一定要吐氣揚尾 一定要保護人 我家的媽媽也好 我老婆也好 平時你們要對我好 但關鍵的時候 我會犧牲生命保護你們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 智慧 其實這是中國的雜性 圍傳在韓國 好 差不多了 今天又多謝幾圖 我很開心 要多點來 我們又說第二套戲 有個戲的時候 好嗎 說什麼都可以 OK 這是我聽到一個最全面的 一個說施殺列車的一個 對呀 有你們在這裡 我們昨晚都說過 不過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用這個角度 拜拜 拜拜